今天消息 繼續來關心的事 以前 剛議市政府的 中央派出租環境在一行孫樂勤務的時期 在查核到一名南柱是 專心副草酒味 經由這進行到 酒捨在後 發現這名南柱 酒捨在高達0.6 現在專案依照到公共會欠罪 以上 剛議 第檢室進版 中央派出租環境在一行孫樂勤務時 發現一名南柱沒有依照規定兩段式左轉 警方將交通違規的南柱帶下來 並發現南柱幸福濃稿的酒味 經過警方擦淨一套 發現這名南柱五年來曾經有酒駕紀錄 他車到腳會被注銷 經過酒測一套 酒測值隔達0.60 警方只要將南柱依酒駕現行犯 隔火前班 該名男子他在前一晚 晚上獨自在家飲酒 到晚上的兩三點 那因為身上的酒精濃度呢 並還沒有完全退去 那早上急著要出門上班 那交通違規照我們警方攔下 那過程中呢 該名男子苦苦哀求我們警方放他一馬 可是我們警方仍然依法對他實施酒測 那經酒測之後呢 酒測值達到0.69 那我們全案依法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兩點派出售表示 這名男子因為心情不好 我還沒在家人喝了百罐的隔量機喔 明知道酒精不拿 但卡住所要上班不得不出門 離離境方索問機喔 專人依照公共危險罪以上進班 先想到明天吃彩虹報道 請住 Maisao besoin 動手 龔 我